我希望就是有想要生小孩 但還沒有心理準備的人 不要陪燦 真的不要陪燦欸 很不敢生對不對 就是 我真的知道的太多了 沒有啦 就可以陪 但站在頭這邊 不要站在我這邊啦 是是是 妳是站在完全看得到嗎 對 因為我又沒有經驗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對 所以我就真的是在 是閨蜜嗎 是閨蜜 而且她還很熱切的要求說 妳來啊 妳進來啊 我就噢噢噢 所以聽起來就會覺得 好像是一件自然產 所以我那時候心裡會覺得 也許是一個 可以一起參與的合同 沒有啦 沒想到 尤其是我站在那個 搖滾區的位置後 是 因為以拍戲的那個心情 就會覺得說 啊 我們都站邊邊一點 不要影響到其他人的動線這樣 所以我就站在 這個 的後面的邊邊這樣 所以就是很可以直視的到 孕婦的腿啦 然後跟她躺著啦 對這種 對 就是直視的這個位置 妳看完還改身嗎 我看完之後 所以我才說 單身的 想要生小孩的 這件事情真的知道的太多了 妳看完之後有 下定的影響 用剖腹產的嗎 沒有耶 因為剖腹產的 唯一有朋友剖腹產 他也有辛苦的過程 雖然我沒有進去看啦 但是就是 兩種都有利有弊 一開始前十分鐘會 加油 可以喔 來到第二小時 加油 欸 加油 出來了沒 因為其實中間孕婦是辛苦的 他會用力到沒有力氣 所以這個才會是導致 他要順長花很很久的 的原因 就當他沒有力氣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熱絡眼的時候 快快就結束了 妳看 是不是快要看到頭了呢 就亂講 妳根本不知道到底該怎麼安慰人家 我覺得最辛苦是那個 那個護士在幫他順產的 這個時期 真的很辛苦耶 那個畫面就是 護士要把他的手 伸進去什麼一覽無遺的 就神秘的洞裡 然後把嬰兒的頭 順到他的腸道 可是有時候一次無法順的順利 所以就要慢慢的慢慢的順 在這個同時呢 孕婦還要用力 就是跟著什麼呼吸 用力的推他去那個纏道 這樣 纏道很遠嗎 就是 為什麼 要花這麼辛苦 光是這個順產的過程 比身產還要久 順產就要花了兩三個小時 一直在重複這些過程 看演唱會不好意思離場了 我看人家身產我好意思離開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爺 這也是RAW第一次參加戶外的party 我們將會為了當天 特別準備神秘的餐點 11月7號 台北101水舞坊場見 ⤴ 我們會不會做的 好嗎 我們下賺了